欢迎收看金融矛盾节目 好 那么今天来今天指数呢 算是开平走低 那么尾盘的时候 今天最低是跌到165点 但收盘的时候稍微收敛了一点点 那么最后中场的时候 今天是下跌了124点做收 好 那么成交量早上的时候 其实相当低 那收盘的时候呢 今天是最后是 以1774亿的成交量做收 好 那早盘的时候 其实成交量呢 那一度是在1500亿以下 那当然现在倒数计时嘛 对 那今天晚上呢 那废的就会正式的升息 那所以今天是最后一个 升息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那今天的重磅新闻 其实还蛮多的啦 应该说今天好多事情 都是在最后的阶段 包括废的升息前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啦 那包括北极星解盲下午要公布啦 好 所以呢那这么多东西 今天早盘的时候量是极度的压缩 但在中场之后成交量又出来 好 那最后收盘的时候刚刚说 1774亿的成交量 好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 最低点是14384 14384是什么概念 14384的意思就是 盘中有稍微跌破这里 对不对 那这里的话呢是上次的低点 上次14397 那盘中有跌破一下以后 今天有收脚收起来 好 那么其实我觉得 它有没有跌破 也没有很大的关系 好 这前两天有跟大家讲过 是不是 因为重点是 它是在一个箱形的低档 好 那再来其实跌破的话 这边也是准备要背离了 所以就算是短线上面 微幅跌破的话 其实要是给你买的 也就是说不是让你去杀低的啦 因为这两天就是不确定因素嘛 尤其今天不确定因素 它是在最后的一天 对不对 所以它今天最后一天的时候 它势必会有一些呢 会有一些短线课呢 它一定是 因为一些人一定是等到这个 明天以后再说嘛 所以今天的话在最后的时候 它还是有一点点这个观望的这个气氛 还有一些短线上面的一些 比较担心的筹码 但这到明天就没有啦 因为明天就完全底定了嘛 所以我说股票市场它 最怕不是不确定 最怕的不是利空啦 最怕是不确定因素 所以当所有的利空 市场上面都已经知道的时候 其实当它实现了就不是利空啦 好 加上直数也在低档 所以我说 其实它跌不跌破 我觉得没有太大意义啊 为什么 因为你这里是一个底部的区域嘛 它现在是打复合底嘛 那打大底的时候的话 这里也是很恐慌的时候 对不对 这也是利多一大堆的时候啊 但是这里的时候 你是找买点嘛 那上去了之后的话 它再回来的话 到这附近你还是找买点 也就是说这个箱形的区间 所以基本上这里是有实质的买盘 好 这里是上次大量换手的时候 对不对 上次是非常非常的恐慌 所以你会看到它黑K黑K黑K打下来 反弹了一下以后又黑K破离 对不对 这里也破那离嘛 是不是 但它也没有关系 其实它也没有关系 对不对 因为它就把筹码给洗掉了 好 所以其实不确定因素 在最后阶段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清洗的动作 对 因为走市会有人会担心嘛 变成是你该出的不该出的 都在短线上面就已经先出了 好 那反而就明天之后 就进入新的局面 那因为我个人觉得是三码几率比较高了 好 那但是三码的话就是利空出镜 因为完全符合市场的预期嘛 对 当大家都已经讲了很久的利空 实现的时候就不是利空了 好 那即便是四码 我觉得也只是短期震荡 因为那就是最高的最高最高 单次最高的高峰 那下一次你就没有这么多了 对 所以这个底型我觉得低点不会破 也就是说这个低点不会跌破的话 到这个地方你就是找买一点 对 好股票就找买一点 好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 我上次讲到的季仙是不是 因为季仙扣底的位置呢 今天已经到这里来了 那明天就会往15000点以下扣 那后天就会往14300点扣 那所以今年以来一路压着这个季仙打的 从年头一直填到年尾 对不对 从年头下来以后一直到这里 好 那这边的话就有机会开始直跌往上 所以我就讲说其实市场很有效率 好 那今年一整年其实行情是从头跌到尾 好 但是到这里的时候你就不用悲观 而且我觉得第四季到明年 整个情况就会变得更好 好 所以其实每一年像去年年底的时候 大家觉得今年抗计会很好 对不对 结果今年年初你也没看到底空 对不对 但是今年从年初开始盘头 开始慢慢往下 等到你确定的时候它已经差很多了 是不是 那其实的话在底部也是这样子 现在利空是众所皆知 其实都是一样的利空 就像通膨是多一点 少一点 速度快一点 慢一点 但是它还是在下降之中 它还是趋势还是往下 只是下得快一点点 慢一点而已 所以它有时候下得快一点的时候 那只是大涨一下 大涨以后发现没下那么快 它又稍微回一下 但是回一下之后你会发现它还是要下 所以它就会变成反反复复在打打底 那打打底的时候你就要怎么操作呢 基本上也就是把握好股票 对不对 因为不是所有股票都一样 那有成长的股票一定是第一个先冲出去 第一个先去准备创新高 那当然今天盘我觉得蛮好玩是 因为今天它是这个费的升息前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 所以今天的盘呢 那很清楚就有几个特色 第一个呢 它就涨你没有的 市场上没有的 一种就是你没有概念股 另外一个呢 就是跌升反弹的 那个跌很惨的 然后今天有短线低多的 今天就涨这两种 但这两种操作上我觉得又不太一样 我们先来看看的话呢 那比方说今天解封物概念比较强 对不对 但是今天解封物概念有几种 一种是餐饮 一种是旅行社 对不对 还有一种航空 那一样是解封物概念里面 你觉得哪一种筹码比较干净 或者应该说哪一种大家比较多 哪一种大家比较少 其实大家讲到解封概念 买最多的就是航空 对不对 第二是旅行社 旅行社其实比航空还少很多 航空就真的很多人买 是不是 因为大家觉得第一个有量有价 是不是 然后所以航空是最多人 然后第二个多的就是旅行社 我觉得它其实有一些啦 但是没有这么多 那餐饮就是几乎没有人嘛 对不对 之前大家都买买另外两种 所以你看今天什么东西最强 是不是 今天盘面上面最强的是这种 对不对 餐饮 对不对 所以解封概念场是什么 最强就是找这种 大家没有的啦 对 他就走的最强 那大家都有的是什么 这个就很多人有的嘛 是 是 所以他就没有动嘛 对不对 那旅行社 旅行社也是比较多人有的 那就开高稍微下来一点 所以我觉得现阶段短线上 因为这个是费的交易前的最后 费的升息前的最后一天 所以他其实很多在玩筹码 那玩筹码这种东西我觉得是 它不见得是长期啦 当然解封概念里面 餐饮它当然 第一个它有涨价嘛 最近你看很多都在涨嘛 对不对 那再来它的来客数 它的客数以后 如果开放解封之后 那它就不只是台湾本土 它还有加上外国人 所以它当然就会有 比较大的想象空间 可是我觉得那个不是重点 真正的重点是因为大家都没有 所以它就长得快 对不对 那你说这种怎么操作 对我觉得大家都没有股票 然后确实是有题材 但是呢 当然它会有上限 因为这种东西就是 有一些餐饮的话 你还是有来客的上限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你就照技术面座就好 对不对 照技术面座是什么意思 你看今天它就是大量嘛 它今天一路噴出去 波间量大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以今天的低点 应该说今天的这个低点做防守点 强一点的话是二分之一都不要破 对不对 那短线上就是五日线 五日线你跌破的话就会转弱 但是基本上来说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它就给你玩筹码 对不对 一样是解封概念里面它就玩那个没有人有的 你没有概念股 另外一种就是跌很深的 对不对 跌很深躺在地上的 然后今天刚好有些地多 对不对 那那种就比较好拉 意思是说因为跌很深了 所以短线上慢压可能也不会这么重 但是拉起来你就要注意啊 所以今天还有涨另外一个是什么 对不对 今天还有涨了另外比较多的航运股 对不对 看到这是惠阳 是惠阳今天就涨去了 今天成交量是2万多张 对不对 2万7千123张成交量 好那惠阳上来以后把谁带起来 把航运也带起来了 是不是 所以今天航运涨什么 今天就是万海涨去了 对不对 长荣扬名的话呢 你看 所以这个盘其实在玩筹码 对不对 那有些人就找这个 短线上面今天有利多的 因为报纸也写很大嘛 是不是 BDI指数涨 对不对 BDI指数涨蛮多的 昨天这个一天大涨 但你如果回去看K线 你发现它跌真跌很惨 它跌也是跌得很多啦 所以你说它会不会真的是趋势改变 我觉得很难 目前来看是很难啦 那基本上货柜情景也一样嘛 对不对 货柜你看到现在的时候 今天就是拉万海嘛 拉万海但煞长龙嘛 有没有 所以你会看到它就是不同调 那我觉得这就是什么 短线客它找那个跌生反弹的啦 躺在地上然后比较没有人卖的 那它短线上它就去拉 但是拉了以后你看它其实 它其实用了蛮多的张数 但是没有拉到涨停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说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买牙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你看这类型的股票的话 操作其实和那种走多股票不太一样 走多股票其实你出量是攻击量嘛 那攻击量有时候是突破 对突破以后就进入下一段 可是有时候倒过来 你是比较往下的股票 或者是它这个趋势还没有反转股票 刚好颠倒 你买要买在那个乖例很大的时候 然后你看它出量的时候 好像要突破的时候 那个就把压力 这刚刚好是倒过来 对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 因为很多人会看到出量的时候想是突破 但是那种类型的刚好相反 它出量的时候你看像要突破的时候 那其实就是短线你要出的时候 你要买的时候是在那个 乖例很大的时候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不会是 接下来的重点啦 对不对那接下来重点反而要放在 真正题材强的股票 因为现在都已经到九月底了 对不对九月底接下来什么 接下来就要到第四季嘛 到第四季之后接下来就到明年嘛 对所以到第四季之后再反映的 都是怎样 第四季到明年成长性强的股票 所以我说跌升反弹的 那么它就是玩短线 那短线的话当然你也可以做 是但是你说要就要快 对它可能没有办法让你说有一根涨停 或者两根涨停会觉得不会 然后很多盘中就嘎掉了 对所以我说相关这一类型的股票的话 你最好就是倒着坐 你在它乖例很大的时候 你可以下去买对不对 但是呢等到它出量突破的时候 反而就是卖点了 对要不然为什么有些股票 它趋势往下的时候 还可以到那么多人 因为它每次要突破的时候 它每次要下来的时候 看起来都很像突破 对它就是倒过来啊 所以我说不同类型的股票 有不同的操作方式 那当然还是要锁定 接下来真正好的股票 好那我们回来看 来看看就是说这个生计股 那我觉得现在股票分几种 我们刚刚讲到航运是一种 对不对 那航运其实有些人问说货柜跟散装 我觉得这两个基本上不会差太远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货柜跟散装 他们不太容易一个走多头一个走空头 他们大致上都是一样 但是散装反应的比较慢是真的 你看以前BDI在大涨的时候 散装股价也涨比较慢 对不对 那BDI在大跌的时候 散装它的营收获利反应也比较慢 所以他们其实都比货会反应更慢 但是它的方向会一样 所以我上次讲说 你现在的股票分几种 对不对 第一种是 接下来有新东西的 或是基本面有突破的 对不对 接下来第四级比第三级好的 明年又比今年强的 那一种它就是在走多头 那走多头的股票 你是要拉回找买一点 对不对 这一类型的股票的话 会是将来接下去冲出去最主要的 这是第一种类型 那再来有一些电子股 之前有库存问题的 我觉得那个不是每一个都不好 那个我要跟大家说 其实有些它就是在打大敌了 只是它需要一点时间 对不对 它需要一点点时间去来来回回的震荡 可是它的长线已经接近低点 所以我觉得那些股票 你就是用时间等 对不对 你用时间等我觉得 也差不多在今年的尾巴 第四季有可能会见底 所以那种其实我觉得 你也不用太悲观 对不对 因为很多人讲说明年很糟糕 其实你要想明年我不觉得会这样子 对不对 通常有一年跌得很糟的时候 第二年都会完全相反 对不对 你看金融风暴那一年也跌很多 第二年是完全大多头 对不对 因为股市反应很快 它不会反应这么久 加上如果你的问题是在电子的话 电子调整也很快 是 加上很多人说现在库存 其实你库存最多就是看到第一季第二季 对不对 就算第一季第二季 那它第四季也差不多要落底了 对不对 因为股价都要反应一到两季 所以它也差不多要落底 那更何况库存这种东西我觉得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打掉 对不对 打掉以后什么就没有了 打掉以后那件事就没有了 那你问我说会不会打掉 电子东西其实本来就不能放很久 是不是 你觉得它会给你放到 明年上半年还消化不完 然后放到明年下半年去 再放到后年去 那早就已经过时了 是不是 所以电子的东西它有时效性 是不是 它有时效性的话 没有办法给你弄到那么久 所以我就讲说 接下来可能某个时间点上面 搞不好就都把它打掉 那打掉以后利空出镜 打掉以后就全部利空出镜 那你说可不可能 对不对 我觉得当然有可能 是不是 因为那些东西本来它就有时效性 你怎么可能说你到明年的时候 还在卖今年的东西 后年时候还在卖今年的 那怎么有可能 是是 所以我说其实你不用很悲观 对不对 有一些东西它在打打底 它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去等而已 但是其实最后也差不多就这样了 但是大循环的不一样 大循环的东西不一样 就像刚刚讲的这个航运一样 它不是一两年的循环 通常其实电子常常是一两年的循环 或是两三年的循环 但是航运不同 那个是大循环 那个是大循环的意思是 你在这里就很难去说 它这里要落地 对不对 因为你的大循环才刚开始而已 你的大循环 现在往下你看到是BDI掉了很多 可是你从低档看它还涨很多 对不对 而且真正的会影响获利的那个点 对那个点开始的时候 才是真的会影响的时候 所以我就说现在股票有分三种 这三种里面的话 当然第一种是最好的 对不对 你找真正优质的股票 那第二种股票你可以花时间去等 但是你就需要耐心 对不对 但第三种大循环的股票 那个就真的还没见底 所以我觉得你就先不要碰 对不对 你先把这些东西界定好之后 那再来的话什么 就是要锁定好股票 对不对 所以我说今天有一件事情很好是 今天之后不确定银鼠都没了 对不对 废的升级三码也好 四码也好 就完全底定 对不确定数就没了 那接下来就回到基本面 对回到基本面 好多股票就会继续走 好所以我们等一下再继续来看看 好什么样的个股 什么样的方向 然后再来大家很关心的族群 我们休息一下 带回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我们立足台湾 放点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 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欢迎回到现场来 好 所以真的我觉得 在今天过后的话 就回到基本面 就是说不确定因素的话 就正式的消除 其实股票市场里面 最怕是不确定因素 不是说东西好或是坏 尤其的话 那么利空也是反映在前面 已经很久了 所以这个大底上面 我认为完全没有改变 那你就找好股票 好 那好股票的话 当然就是 接下来有新东西 因供获利会持续成长的好工资 好 所以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AI助听器 AI智能助听器 那这里的话 它昨天其实非常的强 昨天是创新高 那今天其实也是创新高 那这AI智能助听器的新大单 刚刚开始出货 而且东西非常的小 那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是它同时也有什么 它其实有餐饮的概念 虽然双题材 那当然这是很多人 还不知道的东西 那反正就是一路创新高 所以我觉得 如果以营收获利来说 当然8月的YY很高 那9月YY会更高 所以第四季的幅度会更大 那明年的话 应该就是真的爆发的一年了 好 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到基本面了 不确定书拿掉之后就回到基本面了 那回到基本面像生计一样 是不是 我说北极新 其实北极新的东西 是值得肯定的东西 那是另外一种免疫疗法 那这个免疫疗法的强处在于 它如果过了 那它就很有机会去复制到其他的 因为它可以用一样的机制里面 再把它复制到其他的病症上面 所以它已经开始准备的是这个肺癌的啦 那或者是这个脑癌 或者是这个肉瘤 软组织肉瘤等等 那是因为它的机制 如果能够成功的话 它其实可以把它复制到很多去 所以我觉得那是一种值得肯定的东西 那我们也希望是有好结果 但是不管它结果怎么样 我觉得都不影响其他个股原来该走的多头 因为东西都没有改变 对不对 该往上还是一样往上 所以该上去也要上去了 那营收要出来还是一样要出来嘛 对不对 那基本面获利要成长的还是要成长 只是说在今天之前 因为北极星解盲的关系 所以都有点压抑啦 那压抑之后我觉得在 北极星解盲的这个事件过去之后 那再来就回到基本面了 对不对 该上去还是要上去啦 像宝瑞也是一样嘛 对不对 来看到宝瑞来说的话 那么这高点我觉得应该很容易就会过去 那事实上它姿态也很高 对不对 宝瑞其实一直都是走多头的 所以它是一滴比一滴高 那所以这次拉回的时候刚好就在井线附近 有没有 所以在井线附近它刚出于什么 它还是要多头没有变嘛 它测完井线之后 一样要继续去挑战前高嘛 对不对 上次是突破的时候有亮 对不对 这里其实是没有亮的 对不对 那现在还有一条月线在 但是月线过不久之后 就会开始往下面扣了 所以它再过几个交易日之后 往下面扣之后 刚好接下来后面营收要出来 那营收也是往上嘛 对不对 因为营收要正式的把安城并进去 那正式并入安城之后 那么才正式进入 这个营收获利爆发的阶段 因为安城营收不小 它的营收不比保月低 对不对 这加上它最近又有新的一个利多 对东西陆陆续续都通过要整 所以我觉得有些是基本面实质的改变 那种改变都是长期的利多 所以我说明年应该是百亿以上的营收 那货利也会非常强 所以北极星解盲的不确定因素 干扰的因素拿掉之后 那我觉得就回到基本面了 那回到基本面该上去还是要上去 该创新高还是要创新高 对不对 就像保瑞有说要创新高的话 那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那美食也一样嘛 对美食其实接下来一样 这次回撤以后一样锁在什么 锁在季仙附近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它起涨 对起涨大量也没有破 是不是那上去以后 接下来要挑战这里 是不是 我觉得这里也是一样回过 对不对 因为进入美国市场 就是现在才要开始而已 你在前面的营收是都没看到的 对不对 是现在才要开始 然后明年又反应一整年 对 所以我说好股票还是一样 会走它自己的路 是不是 因为生气有很多东西 它东西是已经订好的 对不对 就像是保瑞他要并安城 这是已经通过的东西嘛 也已经完成的事情嘛 是不是 那9月开始认列嘛 那认列这东西也不会变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 第四季它有一些新的订单嘛 那订单也没有改变 对不对 然后明年把这些东西全部完整认列 那东西也没变嘛 就好像我们之前在讲易德一样嘛 对不对 易德之前就已经请要证了嘛 所以他预计最近就是要拿到 那东西也不会变嘛 那拿到要证之后 接下来是大陆嘛 那大陆市场很大嘛 那大陆跟海思科合作啊 对不对 那个也没有改变嘛 再来全世界里面毕竟也是没几家 这其实都很久以前就讲过 对不对 在上一次的时候呢 你看他其实也是 拉回整理一下之后 然后上次上去以后 一口气四根 四根掌停板 对不对 上次就跟大家讲过 他东西也没改变啊 对不对 因为台湾就这一家而已啊 而且两大产品呢 今年都后面要准备开花结果 潜在市场都非常大 你现在看到拿到 他已经过了台湾药证的 那个还是另外一棵 对不对 那一棵 还不是这棵这么大 另外这个的话 在美国市场更大 是不是 那你随便只要拿下 一点点的市占 那将来就很可观了 那你说那些完全都要进度再走 所以刚喷出还是一样喷出嘛 所以我才讲说好公司要把握 是不是 是不是 那你看义德 是昨天 来昨天拉出第一根掌停 是不是 那拿下台湾的药证 接下来往大陆走 对不对 然后我说的另外一个 然后更大的市场 是那市场是好几百亿市场 对 然后今天的话来 直接就拉出第二根的掌停板了 短线两根两根掌停 对不对 两天两根掌停板就回到基本面 那接下来我觉得有很多的公司 包括生气的好公司 都会陆续回到基本面 该喷出还是要喷出 那当然也有非生气的好公司 电子里面也有好的 我刚刚已经把电子 一些重点讲过了 所以我就说 还没有跟上的朋友 你要把握从现在开始 好好赚钱的机会 因为今年从年初开始一路下来 都在反映那些利空 那利害利空也已经差不多了 应该说它就在打大底的阶段 是不是 那今天升息完之后 接下来进入空窗期 而后面这个 为了通膨会下得更快 到明年又更快了 所以不确定的因素 都会慢慢的越来越淡化 可是你看到 所有利空全部消除的时候 我不知道指数会在哪里 但是呢 只能说现在在低档 这个大底区 就要来把握好股票 好那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也可以跟上我们一起来 那当然股票 因为现在这个 有非常多的股票 那市场上面 有不同的各种讯息 所以你不知道怎么操作的 或者想要了解更多的 来那也可以来 参加我们的这个私密社团 那再强调一次 就只有这一个而已 所以方法 我也跟你讲很清楚 对不对 因为你可以直接扫描它 那从电视上扫描 你就绝对不会有问题 那或者是呢 你可以Google我们 大华投顾的官网 那从里面来按 给我加入 或者是直接扫描 个网口 这样的话呢 你就绝对不会遇到诈骗了 因为现在诈骗的 已经是出来了 虽然我们这个社团 其实正式开放没有多久了 但是呢 因为这个速度也很快 所以现在诈骗也要出来了 那我希望我真的跟你分享 产业上的好东西 尤其是投资上面这条路上 希望大家越来越顺利 就把握接下来的好股票 参与我们的私密社团 等一下你就可以直接扫描了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